好 我們看聖宇修 那麼應該用什麼心態來持戒呢 這有四個方法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諸行所依為菩提心 不因失懷劍令爭長者 為是為去入戒等諸行所有根本 亦是第一遮止損害一切有行 大地與上所有絲羅為所願盡 愚出發業諸盡此處 當從現在自薪修學 特當了知時不善業等信遮諸罪 日日多起防護之心 又於自受利益諸根本罪 由因利益豎起防護 好 那麼就中國報大師講到這個 實戒的四種的重點 因為這個戒很多 我們要把握四個重點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保護你的菩提心 保護菩提心的方法呢 所謂的實力菩提心叫第一個呢 遮止損害最有行 實戒的內容很多啊 但是以衝心所發動的業力最重的 從菩薩道的角度 先消滅這種對立心 稱會心 因為這個是直接上到根本的 菩薩道啊 你一種維繫的損害的活動啊 你這個人喜歡喝喝咖啡 喜歡吃吃甜圈圈 亂不了 就是喜歡享受啊 不影響你菩薩道 但是你這個人脾氣很大 障礙菩薩道 因為菩薩道最怕的就是這種 依止對立所發動的車會 最可怕的 這個我們在下一個 忍入波羅蜜會講到 所以我們在實際的過程當中呢 先遮止損害一切有限 因為這個是直接性的 根本性的傷害我們的菩提心 那你菩提心一傷掉 你就沒有所謂的波羅蜜了 你就從菩薩道 直接打入了仁天城 打下你這個城市啊 就完全被降死了 你菩提心一被破壞 你本來是需要波羅蜜的 變成仁天山園 變成有肉山園 你從菩薩道掉了山底 你就連仁天 你連惡勝都不如了 你的黨勢就直接被降下來了 因為這個菩提心是不能破壞的 第二個 在整個大地上所有的失落 我們都應該去禁死 禁就是應該去坐 止就是應該停死 這個止坐餓死啊 都應該自行學習 你受了菩薩戒 你就沒有哪一個戒法是不能寫的 都要寫的 所以菩薩戒 你就不能夠說這件事我做不到 就不能這樣講了 我盡量去做 凡事盡心盡力 所以菩薩戒 你以後呢 因為你當時圓得近日 反而無量實驗學嘛 所以菩薩戒 你已經沒有資格化地自現了 你是向佛學習的 以佛心為體心 以佛志為體制 因為你自己在因地的時候 你已經站在佛的角度來說學 其實你站在一個親信心 站在本能威武的角度 你跟佛都是站在同一個角度的 你只是因緣不圓滿而已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能化地自現了 所有的戒法 所有的善法 你都應該自行學習 這第二個 第三個 你除了佛陀所示的戒法 世間的善法 所謂的食善業等於性遮惡做之罪 也要盡量去做 除了佛志以外呢 這個世間上所公認的善法 這種食善的事業 也應該盡量去隨喜去做 第四個 對於所受的戒力啊 諸根本戒 你特別要去掃掃防禦 這根本中間我們解釋一下 菩薩的動戒有十個 十波羅一罪 前面四個叫根本戒 後面六個叫做六真上戒 就是殺到英忘酒 縮毀天生罷 殺到英忘真的主要理解 這個為什麼叫根本 因為它是保護你的人生的 你換了根本 你來生連得人的果報都沒有了 你沒有得到人生 你不要到這中斷了 所以這個根本中戒呢 是保護你的人生的果報 那麼後面的六真上戒呢 就很重要了 也很重要 保護你的菩提心了 第六個是酒 但是菩薩界的治酒界不是不飲酒 是不賣酒 那不飲酒把它判作親罪 因為這個酒會讓一個人失去理智 你賣酒的過失影響更嚴重 你傷害更多人 第五個是不顧酒 第六個說勢眾過罪 這個勢眾包括出家的兩眾 男眾女眾 也包括了在家兩眾 這個勢眾在在家兩眾 特別指的是受過菩薩界 有在行菩薩道德 拒絕你都不能拒絕 有過失只能夠私下勸勸 因為你說勢眾過影響到佛法的注釋 因為每一個菩薩都有他的因緣 他有他射受的對象 都有他領導的對象 即便他有過錯 我們不能公開的批評他不可以 因為以佛教的大體為重 所以不能說勢眾過罪 這個勢眾包括出家的比喬比喬尼 包括在家的男眾女眾的菩薩 受王菩薩界的地點 必須一個自善為他 這個特別是生團 團體跟團體之間 可以自善但是不能為他 你賣瓜的可以說你自己的瓜片 你說我這個道場很好可以 但是你不能說別人道場不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樣很容易造成道場之間的對立 第八個千行交回罪 你受得不上去 只要有人跟你齊情錢財 你多少都要給你 不管他 你不要管他是真正乞乞乞乞 他只要向你 他已經遇到你的 表示你跟他有言 第二個他出手跟你要錢 你一定要給他 你身上準備點零錢 如果你受得不上去 真的你看在網路上 你一定要多少給他一塊錢 重點在於你要保護你的土地心 你不給他你就拒絕眾生 因為他已經跟你祈求了 他開口 不管他嘴巴講 或者他寫一個詞條 你看到了 你就一定要給他 所以這個丟很重要 那麼第九 曾經不受悔 人家曾經傷害過你 但是他向你懺悔的 你一定要接受 你一定要接受懺悔 你要有寬恕包容的心 第十個磅三寶罪 磅三寶罪就是 菩薩遇到聖身的佛法的道理 這種不失意境 你不能毀犯 就算你不相信 也請你閉嘴 不能磅三寶罪 因為我們知道的 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 那麼這個地方 貪引起的只有一個 貪心 貪心就是 這個缺席交會 就是貪心引起的 就是不故事 身心有三個 說釋中 釋上毀 他跟身心不受毀 遺失引起的一個 幫生寶罪 我的建議是這樣 即便你沒有受菩薩誣 你最好把菩薩的釋中 學一學 學一學 因為這個 保護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當然你有應言能夠說菩薩就最好 但是你 因為你點點滴滴都在露出你的菩提心 菩提心一漏掉 你的根本就崩潰 崩潰 我剛剛講過 你就本來是一個菩薩 菩薩的一個菩薩乘 就直接掉到人天城去了 那麼這個時候你所說的善業 都不能擴成菩薩蜜 你就沒有超越生死的力量 你那個車身的力量 從一個大車子換成小車子 力量不夠了 你這個傷害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我們一時的過失隨時可以彌補 但是你把菩提心破壞了 你就沒有辦法彌補 所以這一塊 我們會有一個專題 專門在講建立學綱要 怎麼樣保護你的菩提心 建立你一定要清楚 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有些事情你做不到 你應該怎麼做 這是我真的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有佛陀會告訴你 你做不到好 那腿有求其之 你應該做到什麼程度 四手保護菩提心 我這個善業我放棄可以 但是你放棄的善業 你起碼把菩提心保住 所以你今天研究建立 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你最大的部分 你不但保護菩提心 你還能夠把善業拿下 但是你用善不到的 你應該用什麼心態來面對 至少守住你的根本不提心 好 謝謝 謝謝